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1等于MC揭示了质量和能量之间的本质联系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 该公式的发现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例如核武器和核能技术都是利用了1等于MC的原理 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1等于MC是它在研究质量和能量之间的关系时发现 该公式表明能量与核质量M之间存在等价关系 且它们之间的比例系数是光速的平方 C具体来说如果一定量的物质质量被完全转化为能量 那么所释放出的能量将等于这个物质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爱因斯坦的理论揭示了质量和能量之间的本质联系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 在这个理论中能量不仅仅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核物质质量一起被考虑在内的 这个公式的发现也为核能 核武器等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爱因斯坦曾经这样解释它的公式 这个公式最初只是一个数学上的推论 但是它后来成为了一种哲学观念 它意味着物质和能量的本质是相同的 斯朗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更具体的解释 爱因斯坦的公式 一等于MC 假设有一块质量为1000克的物质 根据一等于MC 它所对应的能量 已将等于1000克乘以光速的平方 其等于1000克219979万2458米每秒 89875517873681764G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将这1000克的物质全部转化为能量 那么将会释放出近9000万亿焦耳的能量 这个能量的数量相当惊人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个能量 就可以实现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例如核武器就是利用核反应将一小部分物质转化为能量 从而释放出极大的能量 这个过程中核武器中的物质质量被转化为了巨大的能量 这也是一等于MC的具体应用之一 另外核能技术也是利用了一等于MC的原理 核反应堆中的核燃料在裂变或聚变的过程中 一部分物质质量会被转化为能量 这个过程中释放的能量被用来产生电力 供给人们使用 因此一等于MC不仅仅是一条公式 它还揭示了质量和能量之间的本质联系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 对于人类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一等于MC不仅仅是一条公式 它改变了我们对质量和能量之间的认识 对于我们理解宇宙的本质和发展现代科技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它继续从这种特别的Theory of Relativity 也认为质量和能量产生电力 也认为质量和能量产生电力 Furthermore,the equation E is equal mc2 in which energy is equal to mass multiplied with the square of the velocity of light showed that very small amount of mass may be converted into a very large amount of energy and with the world The mass and energy were in fact equivalent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mentioned before 此次终于国内自然的科技发展 这是1932年的科技发展 四郎来了 说出你的故事每天都有新的知识等如您去发现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 订阅关注我 从此您将不再孤单 我将陪伴您走过每一个日日易日 加油陌生人 加油吧